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好的一次 这一支少棒队曾经只有六年 没有专属的球场 他们有时候必须要在水泥地上面 来打这个棒球 所以他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成就 我们国人同感 骄傲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快乐地打球 健康地成长 一直保持对棒球的乐趣跟热情 我觉得这一点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谈到棒球跟我 我觉得他带给我们这一代人 可能还不止这一代人 非常多共同温馨的记忆 41年前 民国57年 台东红叶哨棒队 以7A比0悬殊的成绩 击败了当年的世界哨棒冠军队 日本调部队 开启了台湾哨棒的发展 在往后的二三十年当中 国人彻夜加油观赛 不论是哨棒 青哨棒或者青棒 每一次赢了球 大家鞭炮生士气 就好像农历除夕的晚上一样 万人空巷夹到欢迎 这些中华的小将 这种景况可以说是历历在目 是许多我这个年龄 甚至于更年轻的朋友们 他们共同的经验 其实我的棒球经验 比这个还要再早 差不多十年左右 在民国四十年代 我家住在龙山区 那是现代的万华区 我们家对面就是龙山国小 龙山国小的哨棒队 是当时全台北市 全台湾最好的棒球队之一 经常拿到冠军 那个时候他们拿到冠军 一定会从康丁路下了公车之后 整队沿着广州街走回龙山国小 那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在路的两边拍手欢迎 鞭炮声势起 我们趁大人注意会跑上去摸一下他的球棒 摸一下他的球套 摸一下他的球 回去以后可以向朋友们骄傲 说我今天摸到了 握到了 那个时候我们打棒球怎么打吗 现在小朋友是没办法想象的 我们用的球套是用报纸 好几张报纸折成一个四方形的泡子 然后我们用的球是一块五两块钱 一个的小皮球 红蓝色的 然后我们的球棒是竹竿 没有这种正式的棒球 这个用的球棒 所以在没有这种专业配备的情况下 我们也一样的打球 十年之后呢 台湾这种哨棒的潜力发挥出来了 哨棒把台湾推上了国际舞台 棒球也就成为我国的国球 不论是哪一种中华队 哨棒 青哨棒 青棒 都给台湾带来最美好 最温馨的共同记忆 因此我们觉得在台湾要发展棒运 除了譬如说推动直棒以外 从基层能够推动四级棒球发展 尤其是国小的哨棒运动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要怎么推广呢 像我们在城市的学校 他们因为场地的关系 不容易有球场 所以只能推广乐乐棒球队 练习挥棒 但是有些地方 可以在河滨的高滩地 找到检疫球场的场地 让学校能够发展这一项的特色 除了这个场地的限制之外 有一些偏远地区的球队 它比较缺乏经费 我觉得我们可以想法子 来赞助它 在两年前 我就曾经亲自到苗栗的问水国小 去送他们棒球队全套的球具 同时请就在当地的玉龙汽车三亿厂 每年提供十万块钱补助他们 给他们做什么呢 给他们作为出去比赛的这个路费 其实这样的赞助呢 不一定限于企业 你十个人二十个人凑起来 也可以任养一个球队 到了假日的时候呢 到这个学校去跟个小朋友 一起练练球 打打球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你怎么知道要去赞助哪一个球队呢 在这里我提供一个方法 行政院体育委员会 竞技运动处的戴婉林小姐 她可以帮各位来做好 这个媒合的工作 她的电话是 02-8771-1862 02-8771-1862 让我们大家一起动起来 让棒球带给台湾的光荣 这种与美好的际遇持续下去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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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